喜欢看废墟 看到废墟我会有进去的冲动 拍黑眼圈也是废墟 我拍家在懒若市 我拍郊游都是在拍废墟 透过废墟又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我的创作的概念都是从生活里面出发的 因为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看了 比如说楚福的或者是法斯宾达的 或者是黑泽民的或者是小金的 那些电影给你的一种启发 开始想很多东西 比如说看电影要干嘛 我们看电影就是娱乐嘛 除了娱乐还有什么东西 年轻的时候我的眼睛是往外看的 高楼大厦盖起来很多房子 可是买不起了 所以怕爱情万岁了 或者是回去上温暖看一看 看到里面全是有点孤魂野鬼那种感觉 就有些触动 你经历过人生的话 你发现说我们大部分都是暧昧的 生活里面是 你的脸上不会刻着两个字说你是谁 你是什么形象不会的 走出来就是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我发展出我的电影有一种写实跟超写实的状态 里面的一些细节都是在我的现实生活里面先发生过了 我有点像写日记 我经历过之后我要再经历一次小看了我才知道说我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讲出来 我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自己要发展的内容 这些作品引领我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的确是有荣耀感 你进到坎城也好 你进到威尼斯也好 他们有一群观众是看这种电影 他们对待你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我以前曾经开玩笑说你要请我拍电影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给我钱 第二个是给我自由 第三个给我李康生 小康不是那种人性的样子 但他在我的电影里面永远是主角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反叛的概念在里面 很强烈的 这个人你不会丢掉他 因为你不会丢掉你自己 你就一直要观看他 看着他的发展 他比如说生病 比如说挫败感 那种东西 一直拍到超过二十几年 拍到郊游为止 我把小康推到影帝 是我的功课就做完了 谢谢宾森 谢谢蔡导 谢谢郊游所有的工作团队 谢谢你们 拍完《不散》的时候 认真想他跟我前面的作品 有很大的不一样 他的主角换了 换成一个夕缘 人是配角 人在里面游动 然后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呢 去了威尼斯的一个废比许想 有一个镜头很引起争议 之前杨贵妹哭很久就算了 现在是一个空镜头 摆了大概六分钟 我的剪接师就提醒我说太长了 还有我的录音是杜独之说的 导演会骚动了 不要了 再剪掉一点了 可是我坚持要 很有意思是 我回到台北就有策展人 找我去威尼斯双年展 那是我蛮惊讶的 然后我说你干嘛找我 他说你的电影很像美术馆的展览 我就拍了《诗梦》 一个二十三分钟的短片 我梦见父亲年轻的样子 他半夜把我叫醒 我们一起吃榴莲 后来罗富宫也进来了 他们就是因为我的电影的风格 他们要找一个人来拍罗富宫的演唱 这样子 我在罗富宫里面 来来去去三年 我来找我的感觉 我觉得我有被训练了一下 说原来我们的美学训练 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的美学训练 是非常商业概念的 我们讲究的是剧情 讲究的是明星 这些商业的包装 不太讲究美学的概念 所以我就跑去跟美术馆说 我能不能在美术馆放片 就做一个布展的概念 先让美术馆的观众可以进来 然后在训练有一些观众他慢慢喜欢美术馆 这个训练是我想象是非常长的 就是希望说观众潜移默化的受到训练 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电影 我去美术馆也在颠覆美术馆的一些习惯 林曼丽就很喜欢跟我合作 我想要午夜场 我想要盖马 我是通宵 我要午夜讲学什么什么 把那个空间找了很多树枝 那些被台风刮下来的树枝 去建一个场景 在那个空间里面 所以美术馆变得很活泼 真的吗 你看 带着一下 好 我拍行者这种影像 比较像是在写生 我拍行者这种影像 比较像是在写生 有了 有點像是畫家出門去寫生 大概知道要幹嘛 但是不確定會是什麼 我的初衷為什麼會有行者 是因為一個舞台劇 小康走路走得很漂亮 走得這麼慢 人那麼平衡那麼漂亮 身體那麼好看 我就說變成影像 不然劇場是看不到的 過了就過了 而且我當時的一個概念是說 我想要拍很多行者 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裡面走動 行者有一種儲蓄的概念 儲蓄影像 都幾乎是就像剛剛在走路 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氛圍 但是有一天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能量 我不知道我在等 儲蓄到一個程度 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麼能量 要在那邊站出來 《玄奘》是我八年前做的作品 在我三十多歲 我有一天不小心翻了一個佛教的人物的書 讀到《玄奘》這一篇 我就非常感動 我們有一點類似的概念 他念的是《玄奘》 我想做的是比較精神層面的 我後來有一天就想到用一張紙 那紙又跟我的創作的概念非常貼近 紙是什麼呢 就一張方塊的紙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螢幕 舞台劇的玄奘 小康就在螢幕上行走 那螢幕呈現什麼東西呢 我就想到繪畫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藝術家 高俊鋒 在這張紙上做繪畫的動作 和演出 這張紙的意象太多 它也可以是螢幕 它也可以是經文 它也可以是大地 它也可以是這個世界 怎麼樣看到玄奘那個人的狀態 玄奘做夢 玄奘吃飯 玄奘喝水 玄奘念經 玄奘走路 其實他玄奘的生活 我覺得會慢慢會構成一個 玄奘的精神就是 一直在暗示這個世界 可以再緩慢一點 不要那麼急 平等地看待的一個影像的表道 我覺得蠻好的 它跟我全部的創作都是有關聯的 好像是一個樹長出來的 紙鴨之類的 結的果等等 拍電影很容易 可是拍好作品很難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 我這輩子我只會拍十部電影 但是我目前 我的長片有十一部 但是我有時候會焦慮 是因為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 我的第十二部電影 我覺得我的電影的觀念在改變 越來越像一個繪畫的概念 繪畫不是不像攝影機 可是它就拍下來了 它是它要慢慢地去描它 添加顏色 光線 結構 構圖 可能一個筆觸上去 它就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都是很細微的 到了近期很可能 是用這個方式來看世界的 慢慢地看 不急著要看這樣子 可能自己有年齡的 一方面是你 直到你的行為會變比較慢 感覺比較慢 比較沒有很多的興趣 去描述一個故事 比較多的時候是讓自己 放空一些 去感覺這個狀態 這個環境這樣子 我感謝在我 應該不會太長的人生 抱歉 有一群人 陪我很慢地走 Thank you 你 其實 我的天賺 你的天賺 謝謝 美國 我的天賺 的 你 我 我 有沒有 感谢观看